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义上指的是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祈祷 学习 思考 默想 也称作 退省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独处和沉默 这文章的作者陈怀台姐妹她说 我每年都去参加陆秦豪大哥在洛杉矶主办的福友必尽 那是两天的寂寞必尽 星期五晚上开始 星期天中午结束 我总觉得太短 才进入情况就要出境了 我渴望去参加一个十天的大逼近 就在电脑晚上找 大哥说参加这种大逼近一定要有天主邀请 我就偏不相信 曾经报名缴了定金 到时候却有事不能去 丢失了定金 终于有一次 我排除了时间可以去参加 却在开始的前一个星期接到毕竟院的电话 解释那个毕竟是为神父修女办的 他们发现我既不是神父又不是修女 要我取消报名 我那时母亲刚过世 身心疲惫 极度渴望有些时间单独和天主在一起 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天主 我就要求他们破例接受我 他们担心我不能守十天的寂寞 我说我常去维持两天的寂寞 总嫌时间太短 我答应十天不讲话 他们就让我去 丢下三个孩子 这个自私的妈妈就开车 到一个中头车层外的C2 马德瑞去毕竟 车子进了毕竟院 我开始怀疑这个毕竟能否解除我内心的痛苦 几栋平凡无奇的房子 一个小教堂 那时我过的是艰苦的日子 这十天的毕竟费用算是奢侈的开销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 如果大哥说得对 就算是参加天主的请客吧 我没有和欢迎我的人握手 因为我的钱币痛得不得了 妈妈死后 我跪在地上擦地板 我使劲的扭抹布 不知不觉中把肌肉扭伤了 医生说是 Tennis suffer 网球走 没有办法医治 需要数个月自行康复 这是身体上的疼痛 还没有我心理上的创伤严重 想到母亲死前 我要尊重她的意愿停止洗肾 与兄弟姐妹引起严重冲突 被指控为蓄意谋杀生物 伤理后 弟媳冲过来要打我 要不是三哥用身子护着我 抓着弟媳的手 我就挨打了 我一想到当时的情景 就难过不已 我问天主 你在哪里 毕竟开始了 主办人再三叮咛我们 守寂寞 除了和个人的指导神思外 不可以讲话 我反正也没有心情和任何人讲话 也不认识任何人 第一个项目就是弥撒 独今是耶稣医好患血肉病的妇人 这篇经文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 我有每日望弥撒的习惯 再加上参加查经班三十年 新约的每一段经文我都听过 我坐在那里突发奇想 就问耶稣 你可以医好我的手臂吗 我从来没有被神恩治愈的经验 王敬鸿神父来美国做神恩祈祷 很多人被副手后就倒在地上 或口吐舌音 就只有我没有任何圣神降临的迹象 我想是我的主观太强 无法空虚自己 所以圣神无息可入 虽然此时我向天主求治愈 我并未期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忽然间 我的手臂发热 我感到了一股热流进入 我的天 这是真的吗 天主在治愈我 我的手臂就忽然不痛了 奇迹啊奇迹 我真想大声宣布 天主发现奇迹 我被治愈了 但想到我不可以讲话就忍下去了 弥撒后我随着大家鱼贯的走出教堂 我的指导神师修宇在外面等我 他自我介绍后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 我高兴的说 你看我可以握手了 他说是的你可以握手 我看他脸色有些担心 就解释说 我有网球走 医生说要几个月才能恢复 可是天主在弥撒中瞬间治愈了我 他微笑的说 那很好 那很好 我想他无法体会 我在经验奇迹后的激动 只有自己走开后 去感谢天主 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到身体上的治愈 那时我晚上在凤凰大学 Phoenix University兼课 每开一堂课为期六星期 每星期交一个晚上 在我来避进前收到邮电 通知被排上一堂课 第一讲是在开进后的第二天晚上 我有点想取消避进 但又想第一讲的内容 我很熟悉 可以溜出毕竟院去讲课 在毕竟中一有时间 我就可以准备第二讲的资料 应该没问题 我就带着小电脑去毕竟了 起了第二天晚上开车 溜出毕竟院到了学校 居然在布告板上 找不到教室 询问之下才知道 那堂课被取消了 我马上开车回毕竟院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没有了教书的压力 我可以全心全意做毕竟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课程被取消 而不通知教授的情形 我在查电脑 的确没有收到取消通知 不可思议 就算是天主的意思 让我专心必尽吧 我很快地进入感恩的心态 深深体验到天主 无限的爱及无条件的接纳 当我和知道神师会谈时 我忍不住地一直哭 我问神师 天主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好吗 他点了点头说 是的 天主爱每一个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天主对我这么好 在每一件事上 天主对我无限的施语宽恕及照顾 我实在不配 吃饭时 我看着大家 每一个的衣着不同 每一件衣服都是天主给的 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 各有不同的救恩时 主恩满意 我们太幸福了 第三天的晚上 我睡得很熟 忽然听到一声起来 我就醒来 还不到四点 我有一个感觉 天主要我去圣堂 我考虑要不要先去洗澡 但怕吵醒别人 就穿好衣服去圣堂 圣堂和寝室是不同洞楼 要穿过一个大院子 我迷迷糊糊的走到圣堂门口 才想到修宇说过 圣堂是锁着 他给了我门四个密码可以开锁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四个密码是什么 好麻烦 还要再走回寝室查笔记 算了 推门试试看 想不到 门一推就开了 圣堂有两个人在祈祷 我一看到祭台上 供了圣体就双膝下跪扣了三个头 才到长凳子上坐下 我习惯性地闭上眼睛祈祷 就听到一个声音 不要闭眼睛 我睁开眼睛看着祭台上的圣体 的确天主就在这里实质存在 和我这么近 祂是我的神 我的主 但却像朋友一样和我坐在一起 我必须要闭着眼睛去想象祂的存在 我要睁开眼睛看着天主才有礼貌 我想和祂说话 但我知道不用啰嗦了 祖什么都知道 就静静地坐着待望着天主 不知道坐了多久 我累了 就和天主说 我累了 祖说去睡吧 我就回到寝室 睡了一个回龙觉 从那时起 我常常想到祖说 不要闭眼睛 天主无所不在 睁着眼 我可以在万事上看到天主的存在 体会天主的大能 不论我睁眼闭眼 主都存在 不需要闭上眼才能祈祷 可以睁着眼睛 随时随地地与主同在 多么大的福分 毕竟院里有一个花园 里面盛开着各种鲜花 我走进花园 问了天主最棘手的问题 你为什么让我妈妈死 为什么不让我婆婆死 我妈对我很好 我婆婆恨我 也讨厌我生的孩子 我先生一面倒 和我婆婆连手欺负我 我的日子好难过 我感觉到主的回答 你爱你妈妈没有功劳 你要学着去爱你的婆婆 要爱一个不可爱的人 一个恨你的人 才算是爱 主把婆婆留下 给我时间去学习爱 我很难接受 也很不甘心 但这是主的回答 我没有能力去爱我的婆婆 但我相信只要我愿意 主会帮助我 我的灵魂就像一粒小种子 在这世上要靠着 修爱德来成长 我妈妈人缘很好 她在老人公寓主办舞会 入场卷一人一块钱 被有点心招待 来的人很多 但也有不少老人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我妈妈总是笑咪咪的 招待他们 希望每个人都玩得愉快 在妈妈身上 我看到爱 爱使我妈妈灵魂茁壮成长 开放成一朵美丽的鲜花 天主就把它摘下 接到天国里去 我呢 还有好漫长的路去修爱德 在主内我享受到最大的爱 主不要我回报她 只要我去爱别人 像她爱我一样 完全地宽恕 接受及牺牲 我以作为母亲的心态 可以稍微解读一些些 就如同我若对朋友们 有任何帮助 不用他们报答我 但在我的孩子们 有需要时 去帮助他们吧 在毕竟月 我好像活在天堂里 非常平安及喜乐 好景不长 马上到了最后一天 我好舍不得离开 也担心会到世上 又要承受生活的重担 婚姻的压迫 我问天主 在我忙碌的生活里 我怎能辩你的旨意 主没有回答我 感到一阵微风吹来 我抬头看到望着大树上的 黄叶随风摇摆 好美 我低下头打开圣经 马上看到一句话 我的羊 我的羊认识我的身影 那就是天主对我的承诺 我永远都能辨识主的旨意 因为我是他的羊 以上不要闭眼睛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请爱主 请爱主牵我手到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